6米8的床车你们见过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彪 今天阿彪是约了咱们的刘二哥 他呢是在开这个大车的 我一直很好奇 大车里面 他的驾驶室里面像什么样子 所以说今天就带着这个好奇 咱们来看一下 这位呢就是我刘二哥了 这是你的冰箱 那以色列还要在里面住房呢 平时啊 我担不是那些参加车 然后那个是里面去 那里面去 里面去坐着是吗 坐着是 我去茶茶茶住房 你看这个座位一闪一闪的 天呐 没开过这么大的车 这方向盘的这么大 是不是开起感觉鲁鲁都有 那里出闪的 车子太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车的高度 我太矮了 你看 这个还是个上下铺 是上铺是双人铺还是下铺是双人铺 下铺是双人铺 下铺是双人铺 这个双人铺那个是什么 那个宽点 可以 可以扯出来 这个宽点 这个好多公分啊 这个位置 这路是 但是我这个 我这个左边旋转 我可以把它扯出来的吗 哦 左边往前面旋转 这个位 这个不关他 那个没有 没有 然后就可以把它扯出来 是个双人铺 上面呢 这个啊 这个哪个放啊 直接放的是 放下来的是 往下面拉就是 往下面拉 哎呦 这个上铺爽哦 你这个左边是哪里咋子的啊 点子 下铺 是香窗铺的时候点点哦 哦 一是香气的时候要宽那么多 嗯 要宽个左边的位置 嗯 爽 高头是贵贵 你还有个超门啊 嗯 哈哈 还带个超门 哦 你天啊 这个贵贵的叫大 你可以停车打空调哦 主持功率的嘛 他自带的嘛 嗯 用完了啊 用完了就发电机 你带发电机没有 没有 发电机没有 那如果说用完了还是不用哪个的话 都用这个发呀 就用车子打合法 嗯 嗯 车子好高啊 这个车子 3米多高 太高了 上来要 上来要爬楼梯了 那个上来 这个车买成好多钱 19个 嗯 19个 哇厉害 现在回了班没了 回猫啊 回了那车一年就没得这么回 才买起没得一年 嗯 平时主要是跑哪个位置 成都啊 成都贵州 云南 跑切一趟啊 好多钱啊 三天四天 就回来了 那你切两三天 三天的话你就要 自己要在路上煮饭 哦 不知道 就有点烂 都不在外头吃 还没有体验过这种出去跑车的这种感觉 到时候有机会跟着一起跑一下车 我感觉这个挺好玩的 熬不熬人啊 多少钱 都生老爷也不熬人 一天都是老爷 开车 还一首音乐挺好呀 音响小个怎么样 几个档我有这个是 八个档 八个档 那个是重复的档啊 二号路哦 四号八 那个是重复的啊 高低档档 那个跑下来都是低档 往上面都是高档 哦 一般用啥子啊 跟着加啥 就跟你开小车一样的 那还是要自己要控制这个 要能够 你改加的时候就加 改建的时候就加啥 这个车停下来了以后 就像一个移动的小家一样 床车床车 这个就是这儿八经的床车 你可以在这里面睡觉 然后里面活动空间 还有这么大 音乐声音小一点点 实际上好宽是不是 再加上上面 这个座位 这里 我们来躺着试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电风扇 这个电风扇是那个 插电源器的 感受一下 哦 哦 这个车一滚飞 我不折了 嘿嘿 长度是够 但是就是 睡起来 感觉稍微窄了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咱们下去看一下这个车 外面的情况 我的妈呀 这么高 哦 这是水箱的吧 哦那个大的那个是水箱 嗯 平时洗手啊 都是用来洗手嘛 不是的哦 平时车子 啥车要放进去 哦 这个啊 那些是啥是吧 啊 疗疏 这个是奇怪 哦 里面看起来好复杂 这个是啥子 工具箱 工具箱 自己有钱 你有带前进钉没的啊 我给带前进钉不去 钉不去 你也修不成啊 我开的也不是打不下来啊 哈哈 哈哈 你都在前进钉的 刚刚给大家说的车内的这些可以用的设施啊 都是为了他们出去跑 跑货的时候能够更舒适一点 然后呢生活的更优质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就是实用 实际上说实话 跑过大车的应该都知道 这个活应该是很累的 我知道啊 现在我没体验过 应该也不太明白 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跟着刘二哥一起出去 跑一次 然后也是大概两三天就回来了 所以说 下次再给大家分享 今天咱们也就先分享的是差不多 19个的一个长车 而且不用改装 嘿嘿 还是很nice的 好吧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啊 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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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